這個節目是 京都店舖的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Liu Yuma 今天是星期四 所以我們的節目是 不是 假娃娃 假娃娃是星期二 星期四是 對 那今天呢 不好意思先用手拍 因為我們現在馬上要趕出去了 對 今天的問題是 你們好 因為我即將去日本留學了 想問一下 日本的超市會不會很貴 能不能拍一集帶我們去看看 然後有什麼 怎麼省錢的買法 Kenta-san Kenta-san 你好 你好 也是啦就是我們住在日本很久 也沒有想過說 就是去拍一下這個超市 謝謝你的建議提醒我 對的確就是最近很多人 就是私信我們說要來日本留學了 如果即將來日本留學的朋友呢 加油 加油做好心理準備 好 那我們馬上 帶各位去逛 晚上的超市 這是Yuma 去我們平時常去的 去我們平時常去的 RyuTV 我們到的這一間呢 就是我們平時喜歡來的 叫 Donki 就是吉安的殿堂 對 跟東街的吉安殿堂不一樣 這一間呢就是有賣菜的 去吧 Yuma 馬上進去帶給大家看 嗯 現在時間 幾點 我不知道 你看一下時間 19點 7點48分 剛剛好這個 便當要搬家的Yuma 快點快點 看到了嗎 前面就是便當的這個 Kona 那個人呢就是在那裡 貼半價的紙的人 捏 Yuma快點去看 這裡有半價嗎 喔這個還沒有半價 這個才大概是294然後 剪20 20趴 20趴還沒有 那裡的一個是半價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大家都在等 等他貼半價的有沒有 沒有 不要等他半價 Yuma這個還沒有 要等多一下 已經半價了嗎 對呀 喔超便宜的看到嗎 炸雞肉蓋飯 只需要238日圓 活動 其實在很多地方只有28 就是要等他貼完 他在後面一個一個貼 對我們來的時間是剛剛好 剛剛好 對就是我們這裡是8點 但是呢有一些市場呢 應該是7點就開始 所以根據每一個超速的不一樣 我們這裡是8點 對 對 真的 就是半價真的價錢不一樣 真的是可以開派對超便宜的 跟這個超商呢也是有很大的差別 嗯 Yuma那我們去買東西啦 耶 這裡呢是肉的corner 這裡也在 這裡也正在 這裡也正在貼 好 走到走到走到 喔 半價 喔 這麼大的肉也半價耶 在日本呢 就是不會料理呢 其實也可以買這一種 就是它已經是幫你醃製了 你只要放在鍋裡面 放油去炒呢 就可以吃 這是以前我剛來日本的時候 最喜歡買的東西 這個可以給我吃三餐吧 配飯的話 對 對 蠻建議的 這種呢 有醃過的 如果不會料理的話 對 一開始 而且呢 日本的肉呢 其實跟 我是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的肉呢 就是去 都要自己砍的嘛 就是雞有沒有 要自己砍的 對 我來之前我還跟媽媽學要怎麼砍雞 就是有骨頭那種就砍 結果來日本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都是 都是 已經沒有骨頭的 對 都是只有肉 不用你去切 對 對 所以在日本呢 真的不會 煮飯的人呢 也是還蠻 方便的 對 隨便 都不餓不死就對了 對 簡単 いきましょう 次 去看魚吧 海鮮來囉 好 海鮮 半價半價 欸 欸 マグロ耶 マグロ半價鮪魚 這邊也半價 這個 這是真的壽司 半價 一千日元的半價是 五百日元可以吃 可以吃這麼多 五百日元喔 然後還有什麼要看的嗎 魚 魚 魚沒有 魚應該很少便宜 也是有半價 什麼都半價耶 這個時間什麼都半價 太強了 Yuma 怎麼樣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每天的樂趣 就是逛超市 超爽的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逛 這個一個影片介紹不完耶 一直給大家看 我們平 我們的日常 嗯 對我們的超市 超市 超市 也是我們的日常 然後這裡是 蔬菜 蔬菜 一千日圓 另外有沒有想吃的水果呢 嗯 不到 又是 半價 什麼都半價的這種時間 八點剛剛好 納豆 來囉 給大家看一下 看日本呢 這個超市喔 這麼多納豆 日本的納豆 最便宜 可以到這個價錢 五十八日元 所以你想一下 一餐吃 一盒納豆 五十八日元 你沒有三盒嗎 一餐我只吃一個配飯 所以你想一下我的一餐多少錢 很便宜吧 不到三十日元 我就可以吃一餐喔 平時在家裡的話 懶惰煮飯的話 就吃納豆配飯 就一餐 對 那機會難得你選 一個你最喜歡的納豆 介紹給大家 喔 是你每次買的 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 納豆 納豆 好吧 泡麵天果 走吧 嗯 泡麵也是有很多種喔 登登 不好意思不能夠一個一個的 介紹大家 實在是太多種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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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便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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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很便宜 八十日元 還算便宜的 五公斤呢大概是 一千三百九十 算便宜吧 這裡 然後 麵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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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六在學生的時候呢 還蠻窮的 所以呢 盡量 越便宜 然後呢 能夠吃得越飽越好 所以呢 大嗎 大嗎 這個大家猜多少錢 這個大家猜多少錢 對 之前六還是留學生的時候呢 在打工之前 還有 在上學的時候買一顆 然後吃一半 然後打工之前吃一半 就兩餐了 對 然後打工那你在吃 打工的人 就是打工的老闆給我吃 所以我一天呢 只花一百日元 便宜嗎 跟一般的包比起來的話 大概是這個價錢 大概是這個大小 對 這個留學生 我是聽很多人說 很好吃的 對 而且很填飽肚子 因為裡面有這個奶油 對 好 大概留學生的生活就是這樣啦 米有了 麵包有了 肉也看了 然後 還有什麼 冰淇淋 冰淇淋 冰淇淋太奢侈了吧 留學生最基本的就是 大概是這樣把麵包 雞蛋完了 對 大概就這樣 留的生活就是這樣 能夠節省就節省 對 有時候就吃麵包 或者吃辣豆配飯 就結束了 對 然後想要奢侈的話呢 就等半價 然後呢 來買很多 這種什麼 比如說剛剛Yuma買的壽司之類的 平時也沒有吃這麼好的 對 有時候 好 牛奶 大概是這個情況 平時呢 大家說好喝的是這個 美味牛牛 不過有點貴 228日圓 那便宜的牛奶的話呢 哪裏哪一個 啊 有了 148日圓左右 這個呢 每個四把都不要 牛奶很多種的 對 好 大家覺得怎麼樣 那我們買東西呢 大概就買到這個 Yuma謝謝妳幫我拿這個 這麼重的東西 對 真的如果要省錢的話呢 在日本 這樣生活在超市買東西 不要說去外面餐廳吃飯的話呢 真的還蠻便宜的 對 對 像我的話 之前在語言學校的時候 然後最省一個月我只用不到 一萬日圓都不到吧 一萬日圓也算多 真的就是 七八千就要吃 就要搞定食物 對 然後呢 一個月可能只有一次會去居酒屋 或者去吃外食這樣 真的頑張得了 對 然後呢現在就是有工作過後呢 就會說 買好吃一點 然後是買水果 然後呢買壽司什麼 之前真的不行 大概就是這個情況 不好意思今天這個影片 就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四把 好啦就這樣啦 掰掰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然後 留學加油 有沒有跟你們的四把不一樣的地方呢 也是 是的話呢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那就這樣囉 掰掰 節約 以後 生活費 不太高 以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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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活費 不太高 以後 你訂閱了嗎 還沒有的話 拜託訂閱我們RiuTV 按這裡按這裡 每天晚上九點看影片 還有 這裡有推薦影片的播放清單 RiuTV的頻道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囉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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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